住宅區滿目瘡移 有些建築物 已經看不出原本樣貌 拖拉機等重型機具 也像玩具車一樣 被捲起摔壞 罕見的東近龍捲風 席捲美國上東西部 緊鄰五大湖區的威斯康辛州 破壞了數十棟建築物 威斯康辛州的龍捲風 通常在五到八月才會出現 但這天攝氏15度的破紀錄高溫 剛好創造了完美條件 美國國家海洋激大氣總署指出 1998到2022年間 全國有31個州都沒有出現過 冬季龍捲風 但研究顯示 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 冬季龍捲風可能會增強 在地面停留的時間也會拉長 帶來更廣泛的破壞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一起 一起 一起